SCP-035 目编号 SCP-035 项目等级 Peter 特殊收容措施 SCP-035需被存放于一至少厚十公分的玻璃箱内 玻璃箱必须随时被收容在乙缸、铁及牵保护的收容室内 非工人员进出时 收容室应随时保持三重锁定 至少有两名武装安保人员随时保护项目 安保人员必须随时待在门外 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进入收容室 一名受过应对训练的心理学家需随时位于站点内 任何状况下 研究人员都不得接触SCP-035 SCP-035每两周必须被转移至新的密封箱 基于SCP-101对SCP-035的腐蚀 无任何不良反应 被抛弃的玻璃箱应透过该项目进行处置 任何在项目具有宿主时接触项目的人 皆应立即接受心理评估 描述 SCP-035外观表现为一白色的陶瓷喜剧面具 但偶尔会转为悲剧面具的模样 在这些项目转化外表的情况下 SCP-035所有现存的外观视觉记录 包括照片、影片甚至是画像都会自动转化 以符合其新的外观 一种粘稠 具高度腐蚀性的变性液体会持续从SCP-035的眼部和口部渗出 任何物质接触 此液体后会在一段时间内逐渐腐化 直到其完全腐烂为一滩原汁污染物为止 具体腐化时间取决于受腐烂物品的材质 在所有材质中 玻璃与该物质的腐化反应似乎进行得最慢 因此被选作为项目容器的材质 活体生物接触到此物质也有相同的影响 且无恢复的可能性 该液体的来源未知 液体只能从面具的正面被看见 而在背面不会渗出液体 甚至无法从背面看见正面流出的液体 只是SCP-035或处于其周围1.5到2公尺内的人 会感受到想要带上项目的强烈欲望 当SCP-035盖住某人的脸部时 从SCP-035发出的脑波形式 会将元素主的脑波盖过 有效率地使对象窒息而导致脑死 对象接着将会声称 其为处于在SCP-035内的意识 对象被占据的身体会以极快的速度腐化 最后几乎变成一具木乃伊化的尸体 尽管如此SCP-035 已展示其能够对结构严重损坏的身体 维持认知控制的能力 甚至当对象的身体已几乎腐化到 无法活动的程度时亦然 当项目被置于动物脸上时 不会触发异常现象 与SCP-035进行对话被证明是有益的 基于SCP-035声称 其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研究人员因此对已了解了许多 有关其他项目和历史的细节 SCP-035表现出的人格极为聪明且具有魅力 以赞美和亲近的态度对待那些与他对话的人 在对其进行的所有智力和能力测验中 SCP-035的得分均在第99个百分点 且似乎拥有过目不忘的记忆能力 然而 心理分析发现 SCP-035具有操纵性极强的个性 能够使访谈者的心理状态 发生突发且深刻的变化 SCP-035被评断具有高度的肆虐癖癖好 善于唆使某些人自杀 并仅使用言语沟通 就能够将他人转变为 几乎不会进行思考的盲从普从 SCP-035宣称其拥有 关于人类心理运作方式的深度知识 并暗示 如果给予它足够时间 它能够改变任何人的观点 补充 SCP-035在18隐藏 粘于威尼斯一栋废弃房屋的密封地下室中被发现 附录-035-01 SCP-035被发现 能够占据任何人形物体 包括人体模型 尸体和雕像 SCP-035能够使用任何上述的物体进行活动 进而削减了 将项目使用于活体对象的需要 尽管如此 任何其寄宿的物体 仍不可避免地 会腐化至其无法动弹 附录-035-02 SCP-035说服了数名研究人员 帮助其获得自由 并以此进行了一次逃脱尝试 此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所有已接触SCP-035的人员被处决 并将为未来可能接触SCP-035的所有人员 实施强制精神评估 附录-035-03 以确认 不管SCP-035是否拥有宿主 其皆能够进行心电感应 甚至进入他人的潜意识中 并利用其所获得的知识 选择与SCP-035谈话的对象时应极度谨慎 附录-035-04 SCP-035表现出对其他SCP的兴趣 最显著的是SCP-4715和SCP-682 第二 未知 担心若SCP-035和任意结合 它们的回复能力会抵消项目的腐化效果 并让项目获得一个永存的宿主 附录-035-05 在项目经历几次突破收容的尝试 以及审议了有关SCP-035的事件记录后 基金会高层决定下令将其永久密封于收容室内 并禁止其在拥有其他宿主 几名人员对此决意表达抗议 甚至使用暴力行为进行抗争 作为尝试抗争的后果 所有曾接触SCP-035的人员接受处决 考虑到未来的收容 所有可能和SCP-035接触的人员皆因经常更换 即使项目处于休眠状态中毅然 并尽可能地减少接触人数 附录-035-06 在SCP-035周围10公尺工作的人员报告最近感到不适 并描述他们能听到无法理解的细语声 数名员工罹患严重的偏头痛 项目已被重新扫描 但其休眠状态并无改变 也未录制到任何其他声音 使SCP-035能获得宿主的提案再次被提出 仅限于暂时开放以调查项目行为的新改变 否决 附录-035-07 SCP-035收容室的墙壁开始分泌一种黑色物质 虽然该物质被数种外来且未知的药物严重污染 在测试后却认为人类血液 该物质具腐蚀性 PH值为4.5 且墙壁长时间暴露于该物质下被证明被墙壁的结构完整性有害 更值得注意的是 血液似乎在墙壁上形成图样 一部分似乎是各种语言的段落 包含意大利文、拉丁文、希腊文和泛文 翻译工作正在等待进行 其他部分似乎为描述仪式性的陷阱和残害的图案 通常是为了让进行这些的人获得奥秘的知识 一些职员震惊地注意到 所有牺牲过程的双方都不可思议地和各种人员及他们的伴侣有着相似之处 研究员抱怨在房间内观察新形成的图案时 会听到大声的细语声及有着不规则规律的高频 令人不安的笑声 每天在SCP-035收容间附近工作的人员发生了严重的士气 低下状况 不论之前是否接触过SCP-035该区员工一直有着很高的自杀率 于SCP-035的休眠行为中唯一发生变化的是 关于收容项目的玻璃箱 玻璃箱受到的损害大幅提高 足以让玻璃偶尔破碎 造成SCP-035污染物的大幅扩散 这经常发生在最不适当的时机 到目前为止 总计造成研究人员及清洁人员的6人受伤及3人死亡 附录035、08 考量被指派到SCP-035收容室内翻译文字的研究团队成员 发生大量的 自杀、杀人案件、工作区域内的士气低下 以及应对SCP-035的人员全体 因死亡及发疯导致的人员损失 由于SCP-148被证明对SCP-132的收容有效 建文件13201 当前已经决定将SCP-035收容间的内墙及外墙 使用该项目覆盖 希望能阻挡SCP-035所散发的强烈负面情绪 附入035、09 SCP-148的使用有效 让士气及自杀率回到之前无SCP-035的水平 然而,这种材质似乎增强了收容室内的负面情绪 在收容室内造成了名副其实的温室效应 在收容室里的人员称他们感到强烈的忧虑、恐惧、愤怒跟普遍的沮丧感 在进入收容室后也会听到一持续不断、难以听清的耳语 长期待在收容室内会造成偏头痛、促成自杀倾向 在眼睛周围及口鼻内部的血管出血 被他人的普遍敌视 以及耳语提高到几乎可以震聋的声量 并伴随着一个持续的嘲笑声 暴露多于三小时后 受影响者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深度精神疾病 并尝试伤害自身或他人 其中大多数说着拉丁语或希腊语 尽管一些人先前并不知道如何讲上述语言 以文字或图形存在的血不成比例的增加 墙壁变得杂乱无章 且图案开始重叠彼此 该物质被证明不止清理困难 甚至具有比原先记录中更强的腐蚀性 PH值约为2.4目前为止 墙壁在此物质的腐蚀下约能维持两个月的时间 收容SCP-035逐渐变得越来越困难 而恢复它获得宿主权利的争论再次被提起 否决 附录035-10 SCP-035收容室的墙壁 天花板和地板已经被血液完全浸透 所有进入及看守此区域的人员 需穿着全套危险物质防护衣 清洁工作持续进行中 附录035-11 在SCP-035的收容空间内发生的现象大小 强度和重复性提高到令人担忧的程度 已知收容间的门会在人员在内部时自行锁上 且一段时间内无法打开 一些肢体会从较大的血滩内出现 且时常尝试抓住或伤害附近的人员 员工开始见到模糊的幻影 虽然无物理原因 但电子设备在收容空间内无法运作 且电灯无法被通电 逼迫那些进入的人员使用基于非电的光源 清洁工作对墙面的清理效果微乎其微 且墙壁已非常高的速度腐化 在最佳情况下 墙壁每周需更换一次 但血液的腐蚀使更换行动难以进行 SCP-035可能需被完全移植一个新的收容室 将就的收容室封锁 并与其他设施隔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